大家好,这里是陈福影视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韩国学院片中的标杆性作品 《走到尽头》 故事开始于一个雨夜 主人公警察老高忙了一天母亲的丧事后 疲惫地开始车行驶在回家的途中 这时进来了一个电话 同事告诉他 他们收回的事情被人揭发了 警察机构可能马上就会到警局去调查取证 让他赶紧回去 把信存的证据统统给销毁掉 他刚挂在电话 一只狗就出现在了道路中央 而为了躲避这只狗 他不小心把一个人给撞死了 这下本来就知识缠身的老高更是有点六神无主 就在他考虑怎么处理尸体时 远处行来了一辆警车 老高来不及再做反应 赶紧拖起尸体就跑到路边躲了起来 索性警车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停都没停一下就开走了 迫于无奈 老高只能先把尸体抬进了后备箱 没想到的是 过了几个路口 他的车又被插酒架的交警给拦了下来 由于之前处理母亲后事时 他喝了点酒 所以他只能表明了自己的警察身份 希望能得到对方的通融 但因为他正好没带证件 加上挡风玻璃还有撞击的痕迹 所以交警并不相信他的说辞 执意让他配合调查 紧接着 交警就要打开他的后备箱进行搜查 慌乱之下 老高冲过去就跟交警打了起来 就在这时 对讲机响了 对面的人告诉交警 老高的身份确实是警察 这下 老高的腰杆终于硬了起来 仗着关高一急 把交警叫醒了一顿后 就驾着车离开了 但刚侥幸逃过一劫 但是乌云绕顶的老高 只能先把车开回了殡仪馆 不出一会儿 共同贪污的几个同事也过来了 同事明里暗里地敲打老高 既然已经在他的抽屉里找到了赃款 不如就他一个人把这件事给顶下来 但老高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本来他就因为今天发生的几件事 郁闷地要死 再让他顶锅 他宁可鱼死网破 争执间 老高的妻子过来通知 母亲的尸身准备入关了 于是 老高只能先过去帮忙处理丧事 在封关的时候 又进来了一通同事的信息 同事告诉他 监察机构的人也往殡仪馆这边来了 说不定还会搜查他的车 所以车里如果有什么受贿的证据 最好提前清理一下 老高这下可真的快炸了 后备箱里的尸体还没处理呢 这要是被搜查到 可不单单是受贿的问题了 就在他疯狂地想着对策时 突然看到了墙上的通风管道 然后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出去买了一把气球 然后回来的时候 特意买通了工作人员 让他一个人单独在里面多待一会儿 用细线和尸体上绑着粗线连在一起后 就遥控着玩具 从外面的通风口 一直爬到了暗制间 又趁玩具爬进来的空档 用鞋带把母亲封好的棺材重新打开 但玩具有个缺点 就是爬一阵就会有打枪的声音 一名工作人员听到响声后 就通知了监控室 但因为监控被气球给挡住了 所以警卫并让人拿着钥匙过来查看一下 这边拿到了信头的老高 终于好不容易把尸体拉进了暗制间 他赶紧把尸体抬进了母亲的棺材后 又把棺材重新给封了起来 此时 外面也传来了工作人员拿着钥匙走过来的声音 老高松了口气 还好刚好来得及 谁知道 这时棺材里突然又响起了一阵手机铃声 老高真的要疯了 他抱着棺材 不断地祈求着妈妈千万要保护他 还好 就在门开的那一刻 手机铃声终于停了下来 进来的工作人员 确认没什么问题后 也没忍心再问老高什么 就这样 直到母亲的棺材 完全被涂掩埋的那一颗 老高的一颗心 才总算是放回了肚子里 另一边 警察机构的官员们 也被同事给上下打点好了 于是放下心来的老高 决定把最后一件让他忧心的事 也给处理一下 他故意把车撞到了警车上 然后以死为由头 却把之前被撞坏的保险杠 和挡风玻璃通通都换掉了 紧接着 老高接到了一个抓捕 杀人通缉犯的案子 他一看照片就发现 这不就是他那天晚上撞死的那个男人 警察们很快就赶到了 这个名叫李光男的男人家 实施抓捕 但可想而知 人都死了 怎么可能还会抓得到 结束搜查后 老高意外的发现 那晚的交通事故现场 就在李光明家的附近 就在他在现场 警察有没有遗漏的证据时 走过来了一名警察 警察告诉他 今天收到了一通匿名电话 举报这里 昨天发生了一起交通肇事案 老高一些慌乱 事故发生的时候 明明信场一个人也没有 那到底是谁报的案呢 还没等他理清头绪 警察又告诉他一个更可怕的消息 现场的正上方有个警控探头 应该记录下了当晚发生的情况 这天晚上 老高打着送宵夜的幌子 进入了警控室 想打探一下案子的进度 好在 因为昨晚的光线有些昏暗 即使勉强看出了车型 是跟老高一样的黑色信带 也始终没有看清车牌 但是第二天上班时 老高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 对方声称自己 看到了那晚的交通肇事案 老高慌了 他质问对方到底想干嘛 但通过电话里传来的 与自己相同的环境音 老高推测 这个人现在应该与自己 处于同一个方位 于是 他赶紧私下张望 果然 在公共电话亭里 他看到了一个男人 男人挂了电话后 老高也赶紧追了上去 但男人还是心态一步 跨上出租车后 避养产而去 随后他打来的一名电话 都被老高给一一挂断 但没想到 打电话的那个男人 竟然突然出现在了他的办公室 而且不由分说的 就上来对着老高一顿暴走 原来 对方名叫朴昌棉 他也是名警察 他打完老高后 便连连道歉 是自己认错人了 然后就走了出去 老高也紧随其后 二人来到了空无一人的洗手间后 老高准备教训一下 这个激情不断威胁他的男人 没想到 却反被对方 给按道马桶里教训了一番 朴昌棉警告老高 赶紧把李昌棉的尸体 浇出来后 并匆匆地离开了 老高想了想 肯定是因为尸体上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连夜跑到了墓地 挖出了李昌棉的尸体 这一查看他就发现 李昌棉的身上 竟然有两处弹孔 这就意味着 对方的死因 很可能是枪杀 而不是因为自己的那一状 然后老高通过李昌棉的手机 找到了一个他的老乡 在老高的威逼下 对方交代了所有的事情 原来 朴昌棉私自把警局收缴后 准备清理的毒品 都偷偷回收起来 重新卖了出去 然后赚来的黑钱 全部都藏在了一个金库里 而前几天 李昌棉偷偷把 朴昌棉的金库钥匙给拿走了 难怪朴昌棉会这么着急 索要一具 已经没有了生命的尸体 老高再次搜查了一遍 李昌棉的尸体 在一个难以起始的地方 他终于找到了那把 被伪装成口红的钥匙 在老高准备离开的时候 他的同事突然出现了 对方发现了 他交通肇事的证据 所以赶过来 准备把他进来归案 但听到了老高 从头到尾的一番叙述后 同事还是决定了要放过他 但此时 朴昌棉的电话又打了进来 朴昌棉警告他 如果不想死的话 就赶紧从车里出去 结果老高下车还没走出多远 一个集装箱就从天而降 把同事的车砸成了废铁 朴昌棉又告诉老高 如果他还想保住老婆孩子的命 就赶紧把李光明的尸体给交出来 老高别欧他法 只能同意了对方的要求 第二天 老高在尸体里抓上炸弹后 就来到了与朴昌棉约定的地点 在朴昌棉带着尸体准备离开时 老高引爆了炸弹 确认对方连人带车沉进河里后 老高才放心了回了家 没想到没过多久 朴昌棉又敲开了他家的门 朴昌棉并赶紧老高 让他刷进了情绪记录 并出身来跟老高扭打在了一起 两人一番恶斗 朴昌棉最终死在了自己的尸首走火之下 老高被逮捕后 领导们很是头疼 因为这其中轻折到的警方黑幕 一旦被揭发 可能连带警察总长都会受到处罚 于是领导们并悄悄地将这起案件压了下去 老高也被予以无罪释放 但他也随之离开了警局 后来的一天 老高用那把钥匙打开了警户的门 在他打开灯的那一刻 他惊呆了 故事到此结束 电影情节跌宕起伏十分紧凑 充斥着黑色幽默 小以往的同类型作品 他最大的突破点 便是对抗的双方 好似都站在正义的阵营之内 却都在做着恶行 最后小恶在大恶的步步紧逼下不断反抗 剧情的张力由此而来 谢谢观赏 下次见